大家好我是安爺 歡迎收看小安爺大俠客 我們今天安廚房出外景來到台中喔 我們來到台中網紅的家 我們歡迎關哥 哈囉大家好 我是AKA台中周杰倫小關 我們是鼻子粉絲啊 但是關哥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喔 我們片尾再跟大家分享 那關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什麼樣的素食家常菜呢 今天教大家做這個 家常的素包子 哇 素包子 聽起來就好可口的樣子 我在家裡就是假日的時候 就是跟我女兒一起做 好爸爸 那我們請我們關哥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的食材有哪些好了 好 先講一下麵粉好了 這是一般的中筋麵粉 那你可以到那個大賣場去買也可以 然後像我這個是 你如果像那個甘米店有喔 你有一種比較傳統一點的店 去買那種大包裝 就是大包裝那種分出來的話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那種麵粉味 沒有的話你就去那個大賣場 買中筋麵粉也可以 然後高麗菜一般我會選梨山的啦 就是那吃起來會比較脆比較甜一點 對 對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台中新社有名的香菇 喔 對 對 身為台中人一定要把台中的在地農產品 列為我們的食材裡面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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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台中買會比較便宜一點的 哈哈哈 好羨慕 我想來住台中 是 對啊 然後就是油 通常會用這個啦 橄欖油 對對對 對 他為什麼會選這個品牌 澳哥尼 他是人家出炸的橄欖油 他是澳洲小農在 就是那個台灣人在澳洲種的橄欖 然後做一條農生產就對了 對對 一條農生產的 對 所以我們家橄欖油都是吃這一排 我看到這個橄欖油心中有一個那種親切感 因為我們餐廳也使用這個油 我們倒的青椒都使用 啊我跟你耶 這不業配啊 說親近的 對 那我們還有這個木耳跟紅蘿蔔 對 就是一般的木耳跟紅蘿蔔 我就是做配色啦 然後你如果也可以加冬粉 然後像有 因為現在沒有出筍啦 沒有筍子 要不然我其實也會加筍子 會比較有那個搖桿 對啊 或者是有人會加冬粉 加冬粉去 就是其實包子就是你喜歡吃什麼就包什麼啦 是 沒有一定的罰則就對了 對 沒有沒有 最主要的關鍵就是它的那個發酵的過程對不對 對 就是看你喜歡你吃 你喜歡吃硬一點的麵 或者是軟一點的麵 每個人做的包子種類其實也不太一樣 是 然後這個就至於 就是它發的程度跟溫度也會有一點關係啦 對 等一下會稍微跟大家講一下這樣 好 OK 那我們就進入我們的料理環節 好 GO 好 現在我們就是先準備食材 對 那像這個紅蘿蔔的話我會把它切絲 這個一看就知道平常有在做家事 呵呵 有啊 平常有在煮 對啊 你如果不會切絲 你用刷槍的也可以啦 嗯 噢 這手術合一 那我們這影片是沒有加速捏 好 再來就是這個 這是乾香菇啦 然後你把它泡水 你就是你可以泡常溫水或熱水都可以 泡熱水比較快啦 但是那養分比較會流失掉 然後你可以 你如果時間多一點的話可以泡常溫水就好了 對啊 然後泡完就是大概還原成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再把水擠乾就可以切了 好 好 OK 然後這個湯也可以留著喔 這個湯不要不要倒掉 就是你要炒菜的時候可以用這個湯下去炒 會比較香 然後這個高麗菜的大小啊 就是 其實可以看你喜歡吃的口感 有時候我會切塊 有時候也可以切絲 就是看個人 切塊的口感會比較好 骨頭最好特別跳出來把它切碎一點 就是你如果比較洗食材的話就是把它切細一點 就是切絲碗之後再來洗高麗菜 因為我喜歡這樣洗是它比較洗得乾淨的 要不然你整小 除非你一頁一頁拿出來洗 對啊 對 所以高麗菜因為它是包心的嘛 比較容易裡面就洗不到 就是在洗的過程 如果發現有骨頭比較粗的 這可以再把它捏碎就對了 對對對 來先下一點油讓它熱鍋一下 這算是中強火的感覺 對 稍微煸一下稍微有這樣子的時候 就可以再下其他料理 下紅蘿蔔跟木耳 好 這個 其實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再蒸 就是我們包子會再蒸 所以這個你也不用炒到它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熟 炒到斷生就可以了 對 炒到斷生其實就可以了 因為等一下你還是會再 你等一下還是會再蒸過 對 所以這個就是下去 然後 最主要其實是 稍微炒一下 然後半調味啦 是 對 這關哥的骨頭很好耶 真的是有在下廚的男人耶 有啦有啦 現在我擔心 有有有 然後這個香菇水可以下一點 下一點就好耶 不用下太多 不用停下 對 到下一點點 因為 我們那個料也不要讓它炒得太適 要不然等一下會不好包 就是拌到那個 高麗菜稍微就是 有稍微一丁丁軟化就可以了 對對對 軟化 然後就是稍微把它拌一下 然後再來就來調味 我會加一點這個 這個是什麼 我們家都習慣用那個 瑞春的啦 那你可以買它清醬油 或者是 瑞春的 對 這西螺的 它是純釀的 它是純黑豆下去釀的 不是化學的 好 對對對 就是在家裡吃 可以吃好一點 但我們店裡都是用瑞春的醬油 加一點白胡椒 這個我喜歡 對 就是炒這個 加一點白胡椒比較香 就是每個人吃的 大家人家吃的 鹹茶不一樣 好 所以你就是 休息一下 就是你平常在炒菜的那種鹹茶就可以了 要先炒料是因為 我們等一下 就是 料要先準備好了 要不然你等一下麵糰弄好才來炒料 那個麵糰會太乏 所以通常料會先炒 然後 讓它放冷 我們再來做麵糰 是 所以料要先做 這個每天呢 用一個小濾網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我不要那個水 因為等一下太水會不好包 所以 哇 真的是 官哥 充滿智慧的男人 可以稍微把那個水分少壓一下 就把那個水稍微瀝一下 要不然等一下包那個包子 裡面湯太多 你會 整個手都會黏黏 就是用到整個都湯了 然後 我們家是用這個蒸啊 就是你家有電鍋也可以用電鍋蒸 但電鍋比較小 那你也可以去買那一種 蒸籠那個有沒有 對 我家是去買 我家是買這個洞洞網的 用這個洞洞網看起來比較適合 要不然蒸籠有時候滿佔空間的 對 蒸籠會比較佔空間一點 然後這個加這個水要注意就是 像我之前也有犯一個錯誤 就是水用太多 然後它就太滿 然後就是 因為你煮的時候它會滾嘛 對 然後它就會弄到包子底部 就會爛爛的 對 所以加這個水的時候 要稍微流 要預留空間就對了 對對對 預留它滾的空間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做那個麵皮的部分 好 麵皮的比例是這樣子 麵粉500克 然後你可以去那個超市買這種 就是發酵酵母 這個品牌就不一定 這是我 我是都買這一排 對啊 然後就是反正你看到我做饅頭的發酵酵母 基本上就可以了 酵母的部分放5克就好了 酵母放5克 對 就是1%就可以了 酵母不要用熱水 好 對就是用熱水的話 它就燙 會燙死掉 糖 會放大概5克的糖 我在也是放5克的糖 對 糖其實也是幫助它發酵啦 水的話大概260克 好大概260克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它 拿起來和 和原甲 和和和和和和和 就把那個麵粉 跟水先和一下 先把那個水先 讓它吸進去 大概這樣子其實就可以用手稍微去捏它啦 一開始它還沒發酵的時候會比較沒那麼好把它整 就是捏成一塊 但是它會慢慢發酵 所以就是 可以放一下再來捏也可以 就是我們等一下先把它搓螺然後放一下 然後大概放個10分鐘 讓它發一下再來把它弄得光滑 做饅頭就是裡面不要包餡 基本上你等一下把它切一切 下去蒸這邊饅頭 所以饅頭跟包子其實差不多 一開始捏它會比較沒那麼好整合 然後等一下它會慢慢發 就會越來越好捏 然後捏到它表面變光滑 架式很好耶 叔叔有練過了 沒有啦其實也沒包幾次 我們可以先放著讓它稍微發酵一下 好現在就是先把它蓋一下啦 我們大概10分鐘之後讓它發一下 等一下會比較好捏 好 來 10分鐘過後了 就是它會比較 比較發一點啦 就是稍微一點發酵 比較黏有沒有 所以繼續再揉它 好 對 要把它弄到 表面變很光滑 這個過程可能要 比較久一點 就是要 把它用均勻 對 一個美食要呈現 都是需要時間來等待 我已經聞到麵粉香了耶 對 其實吃這個就是在 池塘那個麵粉的 香氣 對 然後我說如果你去那個 如果有這種 像一種甘辣店的 可以買用青的 麵粉那種 那種會滷香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這種麵粉它比較沒有那麼白 然後我們外面的麵粉其實 都比較白有沒有 這個就是外面麵粉 其實有的都是有飄過 因為擺的賣相比較好嘛 就是消費者喜歡 看起來白白 所以有的都會飄 它飄了它的麵粉香氣 就比較沒有這麼重 對啊 這個是因為 我們 自己在用的 所以 我們都用這一種 難怪關哥那麼瘦 你看都是有在做家事 我老婆都跟我說 做家事的男人 很容易就是看到就是 他身材就是維持得很好 所以我都跟我老婆講說 你在騙我做家事 消耗一下熱量 對對對 然後我們在 這樣子讓它光滑之後啊 我們一樣再放著 讓它發個二三十分鐘 有時候看溫度啦 如果溫度 像現在比較冷 可能要發比較久 那如果比較熱的話 就可以發比較快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來看 去捏它 像現在它還沒有什麼那個 彈性 對 還沒有什麼彈性 所以現在這個 還沒發到非常好 所以 我們就再讓它放一下 好 再讓它碎一下 對對對 我們再來聊聊天 對 我們換大一點的讓它碎啦 要不然等一下它如果變大 好 它那個 鍋子 讓它住豪華一點 對對對 等一下讓它 給它那個空間長大 好 然後再把那個保鮮膜封起來 好 這個就是防止它不會乾掉 來 它們長大了 你看它長大了 現在變比較大了 油油油 對 現在就比較 比較有彈性 對 比較有彈性一點 因為我們等一下包它 還會繼續發啦 所以大概就先這樣就好 好 就可以來包料了 這樣稍微把它裡面空氣 稍微再 捏 捏出來一下 所以我還是再躲一下 像現在的軟性就跟剛剛又不一樣 欸 真的 對 現在非常軟 就比較光滑了 對對對 有感覺 對 它就比較發了 好 這個大小顆看個人 然後我自己大概一顆 大概會秤大概 大概六十克左右吧 六七十克其實都OK 我習慣一顆一顆切啦 因為等一下切出來 我怕它會乾掉 擀成之後啊 旁邊把它擀薄 就讓中間厚一點 七十克有點太大 應該六十就可以 好 等一下我們到六十就好 好 七十克比較大顆一點 這個最大顆 待會兒孝敬老婆 嗯 對 欸 關哥 這個邊邊的部分 稍微擀薄一點點 是因為收口的時候 才不會太厚是不是 對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厚 因為它收口是重疊 你如果沒有擀薄 那就是皮上面就會太厚 了解 它稍微拿碗這樣子 然後 線把它包進去 線把它包進去 用在中間 餡料 好 好了之後 開始捏 它其實就是這樣子捏 這手勢很好耶 關哥你在不像新手好不好 我新手 你以為偷偷在外面打工嗎 好 然後可以去買這個饅頭紙 可以去買這種饅頭紙 墊在下面 它就比較不會黏了 好 然後就把它墊著 然後放在這個裡面 把它放進去 好 等全部都拔好之後再開火就對了 對 好 我們先蓋上鍋蓋 先再讓它發個10分鐘 好 大概翻到這樣子 就是 發酵其實就看溫度啦 然後大概壓下去它會彈回來 這樣子的程度大概就差不多了 對 然後你看它也變得比剛剛大很多 對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開火下去蒸 那開大火稍微煮滾之後 然後稍微讓它 就是蒸 蒸大概大概大概1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啦 好 沒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狀況 好 10分鐘後見囉 大概蒸10分鐘啦 大概像這樣子 有比較膨起來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好的時候不要 你不要馬上把它打開 要不然那熱上人說 那個飽就 爆掉了 它就會到它 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就大概打一個小縫 我現在會關掉稍微吸一下 原本想說做包子會很困難 但是看官哥的巧手 喔 這樣做 好像還滿簡單的耶 我覺得我回家也可以試做看看 不會很難… 不會很難喔 對對對 今天謝謝官哥 然後跟我們分享怎麼做素食的菜包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囉 好 OK OK 好 你們在家裡也可以做 好 其實滿簡單的啦 對 一開始做喔 好像很小粒的 喔 發起來 過膨起來 你看這個包子 哇 超大顆的 哇 這個包子 看起來就好誘人啊 對對對 好 那就來試試看看囉 限量 好 喔喔 熱呼呼的 今天這個皮發的油 不錯 官哥第幾次做這個包子 應該第四次而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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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第四次而已而已 倒立菜好脆喔 然後好好吃 它內餡好好吃喔 然後這個皮啊 這個麵皮 我覺得跟一般吃的菜包不一樣 它這個麵粉香 特別香耶 是不是因為 官哥在樓有加入愛心啊 應該有滴幾滴汗進去 哈哈哈 你們在家裡也可以做看看 很簡單啦 還不錯 原味就很好吃了 那如果說 想要吃比較重口味的 我看官哥這邊要準備 台式酸辣醬跟甜辣醬 也會把它加起來喔 這就是看個人的感覺 哇 欸 加甜辣醬 有什麼台中的吃法嗎 也沒有耶 就加在裡面就對了 對 加在裡面就對了 對 加在裡面就對了 好 那我們來吃看看 哇 金蘭甜辣醬 嗯 加甜辣醬更好吃 這個就不用客氣了 這就是一口塞啊 嗯 嗯 好 嗯 大成功 嗯 幸福 包子真的超級好吃的 我們剛才啊 這樣子大概做幾顆 有 這樣子 2 4 6 8 應該大概12顆 大概12顆 大概12顆 哦 那我們現場這樣吃不完怎麼辦 等下可以把它冰起來 對 把它冰冷凍 然後你就隔天要當早餐吃 就拿出來再蒸熱就好了 哦 所以很方便了 我一次都做一堆 然後就是當幾天的早餐 但是要先把它蒸熟 對 要先蒸熟 蒸熟完之後呢 然後吃不完的部分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先把它放冷 放冷之後再放冷凍 對對對 不要用那個袋子裝起來 不要讓它直接接觸到那個冰箱了 就是把它綁起來這樣子 那待會我可以帶個兩顆回家嗎 當然可以 真的很榮幸耶 可以吃到官哥親手做的包子 你看 大家你有吃過我們台中網紅做的包子嗎 沒有 安爺好幸福哦 第一次吃到 對對對 超開心的 大家可以試做看看哦 好 那我們剛剛在片頭有講到說 官哥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哦 他就是在台灣連鎖早餐店的 得來素共同創辦人之一 對對對 要不要給官哥 給個時間讓你工商一下 好 我們得來素就是在做素食的早午餐 然後像北中南也都有店 歡迎大家來 然後我們也有做一些冷凍的調理商品 然後我們自己也有工廠在做啦 是 就是變成一條龍的製作 對 所以如果大家有到我們的門司的話 歡迎來吃早餐 謝謝 太棒了 全台目前有幾間 目前17間 17間哦 對對對 那為什麼新莊沒有 努力 努力哦 努力哦 努力 我們先為我們新北新莊的粉絲敲碗 因為安爺就大行爭啊 我真的超愛吃得來素 我們每次來台中的時候 像我們 我們這次來台中兩天一夜 早餐 飯店的早餐直接不吃 雖然它只有副早餐啦 我們不是說沒有買早餐 它有副早餐哦 直接不吃 我們就來吃得來素 對 感謝 得來素 今天要讚 喝起來 我們努力 好 希望以後在新莊 也可以吃到得來素 以後我上班就可以買得來素了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在台中 官哥的家 然後跟大家分享素食菜包的影片 如果說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 訂閱 按讚 留言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哦 拜拜 如果你有素食特色的家常菜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來我們的FB 私訊報名哦 我們就可以安排 來你家來拍攝好吃的素食家常菜 分享給大家哦